都说垃圾是错放位置的资源 废品回收是资源再生利用的重要途径 近日我是首个再生资源回收示范点 落地江头街道 这一示范点利用互联网数据化的管理模式 规范废品回收服务 提升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个再生资源回收示范点 位于江头街道祥电社区第二城快乐天地小区旁 门店面向祥电社区 13个小区8000多户居民提供服务 周边两公里内还可以上门回收 门店负责人介绍 每天回收到的废旧物品 他们都按照废纸 塑料 电器等类别 进行分类整理 然后对接不同的回收利用工厂 对这些废旧资源进行分类处理 同时他们还会借助市政环卫系统 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系统 对回收垃圾进行数据化登记 形成详细台帐 入库 出库物品种类 以及订单数 总重量 总金额等统计数据 每日可查 收回来以后是怎么玄环经济 怎么利用 哪怕是一些不法人员盗窃的一些东西 以汇品的形式销售到我们的门店中间 因为我们数据有保存 对今后公安部门破案什么 它有溯源 据了解 类似的再生资源回收点 下一步还将继续在我市推广 并通过吸纳社会上的废品回收人员 对废品回收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价格 统一剂量等统一管理 建立一个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服务体系 并通过免费上门服务的方式 对居民 商家在日常生活中可利用物品进行回收 方便居民的同时 提升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轮车的门口的游击队 把他们的人员收编成这边的收救人员 穿上我们的服装 每天收的东西一样在这边慢 解决了在路边随机的收救物 这种脏乱差现象 也很准确的 全流程掌握有多少可以资源化 有多少可以减量化 其实也达到无害化 本台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